8月27日,96岁的超人李嘉诚露面,他以视频形式参加名下基金会捐赠医疗机器的仪式。 视频中,李嘉诚主要任务是跟医疗团队云合影以及在线观看医疗器械的使用示范。 他没有讲太多话,仅表示,早晨,早晨,真是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然后就结束了讲话。 从画面判断,李嘉诚似乎坐在基金会的办公室,身后有基金会的相关字样,退休之后就极少露面的。 诚哥,表现得精神奕奕,他眼神锐利,不时转动头部,观察周围的工作人员。 笑容相当温暖。毕竟已经96岁,细看李嘉诚,他明显比前几年苍老,党媒认为,他虽然没有发表长讲话,但从表情以及动作判断,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头脑依旧灵活。 另外,李嘉诚在90岁那年宣布退休,正式将生意交给两个儿子之后,他便专注管理名下的基金会,不再干涉集团的业务。 他在基金会亲力亲为,坚持上班,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他身体不错。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李嘉诚也公开露面,当时他接受新加坡媒体的专访,回忆与好友李光耀的往事。 那个时候,李嘉诚的状态明显比今年好,不过,也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新加坡媒体在后期制作加了滤镜,让诚哥看起来更精神。 此次,李嘉诚捐赠的医疗仪器是送给港大医学院,用于治疗肺癌。 该医疗器材名为Edison,去年10月才在美国开始销售。 虽然李嘉诚在现场没有说话,但他通过基金会的新闻稿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他强调,新机器使用超声波集中攻击癌细胞,不会伤害健康细胞,这件事,多么不可思议。 他期待新技术能够应用到不同的治疗领域。 李嘉诚基金会非常关心医疗项目,去年他已捐赠3000万港元给港大医学院,用于提升人工智能在教学领域的应用。 据悉,李嘉诚基金会还将捐赠同类机器给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大约年底送到。 机器送到后,两家医学院一共有20名肝癌患者接受临床试验。 李嘉诚退休6年,他除了与红颜知己周凯璇多了时间约会之外,生活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为了长寿,李嘉诚专注研究医疗,他对香港医疗系统的支援也是有目共睹的。 据港媒报道,李嘉诚生活规律,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在睡房做简单的拉伸运动,然后吃早餐,由保镖护送上班。 他也跟很多富豪一样,当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便不再大鱼大肉,每顿吃点家常小菜就非常开心。 据悉,李嘉诚最爱吃的是小鱼干跟蔬菜,他也关注植物肉,饮食都是少糖少盐少油。 有空的时候,他会约朋友打高尔夫球,而其红颜知己周凯璇小姐,同样热爱运动。 两人无论生活习惯还是对事业的野心,都有共同话题。 李嘉诚先生的晚年生活,绝对是高质量。 8月27日,已经96岁的李嘉诚。 现身港大医学院,跟其他90多岁的老人比起来,李嘉诚的面部肌肉相当丰满,没有干瘪和下垂,看起来像是70多岁。 虽然头发稀少的,只有薄薄的一层,但还是精心染成了黑色,可见李嘉诚还是很注重形象的,不服劳。 这次他参加捐赠仪式,只是通过网络连线,没有亲自到场。 但仅仅是网络连线,就足以让外界震惊,和经常去超市买菜的霍启刚和郭晶晶不同。 李嘉诚一家但凡出门,都是保镖在周围前呼后拥。 李嘉诚最为小心,自从宣布退休之后,轻易根本不肯出门,出席公开场合,更是少之又少。 这次捐赠仪式能让他亲自露面,实在是他自己太过高兴。 在直播现场,他兴奋地对着镜头说,我内心很兴奋,真的几个晚上都睡不着。 是什么事能让一辈子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李嘉诚如此高兴? 原来这次他向香港大学医学院捐赠一个拥有超声波组织碎化技术的机器, 而这个仪器是用来治疗人类的终极敌人,癌症。 如今医疗界常用的治疗仪器,都是通过加热来杀死癌细胞,也就是我们民间所称的。 化疗,这种治疗方法对人体的伤害性大,副作用也严重。 在治疗过程中,不仅癌细胞,正常的细胞也会被杀死, 因此病人不仅身体上疼痛难忍,还会出现脱发、消瘦、呕吐等症状。 这导致很多人情愿放弃治疗,选择保守治疗,听天由命,也不想接受化疗的折磨。 而李嘉诚投资的这项专利技术,极大的减少了伤害。 根据研发团队介绍,他们的仪器是利用超声波瞄准癌细胞, 然后往细胞中植入气泡,随着气泡的爆炸, 会将肿瘤细胞给破坏,达到治疗癌症的目的。 这个机器是李嘉诚基金会投资研发的, 如今成功走上市场,李嘉诚十分的开心, 第一时间给香港免费捐赠两台。 他说这是这种无痛的,治愈率高的新技术, 价格也会比化疗更低,让每个普通人都负担得起。 这个机器是不是真的这么灵验, 还是要经过实际应用的检验, 如果能成,真的自然是好事一桩。 李嘉诚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项目? 他之所以投资这个研究, 是为了解决自己在生命尽头的最后愿望。 他自从退休之后, 就一直用自己所有的财富和时间解决这两个问题。 第一,自己的这么多钱要怎么花? 第二,自己要如何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积极作用的人? 他捐出了巨额财富,用于慈善事业, 就是想要赢得社会的尊重, 汕头大学就是他的一个尝试。 怎么把几千亿家产平稳地传下去, 是每个豪门都要面对的终极难题。 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 一旦后代不争气,灰尖如土, 那家业败落只是时间问题。 家族信托可以预先设定好分配方案, 每个受益人能拿到多少钱, 什么时候拿,都清清楚楚, 避免了后代因为分钱而撕破脸。 最近李嘉诚的家族办公室也已经落地香港, 他拥有雄厚的资金储备和稳健的财务团队, 随时可以将财富变现。 李嘉诚, 马云等内地富豪们都有自己的一套。 家族办公室, 所谓的家族办公室就相当于古代皇宫的内务府, 他们是一群来自名校的顶尖精英, 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富豪打理巨额资金, 从资金的海内外转移, 投资理财, 到生活上保镖, 保姆, 司机的管理, 都有家族办公室负责。 所有李嘉的人, 每年都可以从家族办公室里领到属于自己的家族基金。 对于不争气的后代来说, 这笔钱可保他们生活富裕。 香港富豪家族中, 最优选择是像货家一样从政, 不能的话就继承生意。 但是李泽楷显然被排除在了主流体系之外, 被发配到了富豪家废物孩子的垃圾回收站, 娱乐圈。 李泽楷虽然在主流产业不够看, 但是他可以拿着爸爸的钱碾压娱乐圈, 他购买电视台, 和女明星谈恋爱, 现在年纪大了, 直接把电视台卖给了美国人, 每天吃喝玩乐。 而李嘉诚将家业交给了大儿子, 给足了小儿子钱, 还留了一部分给自己。 成立了李嘉诚基金会。 多年来, 他一直和自己的红颜知己一起经营着的基金会, 就是四处扔钱做慈善, 解决他钱花不完, 和想要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终于研究出了一个抗癌仪器,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这位红颜知己以外人的身份, 赢得了李嘉诚的信任, 将来有望接管基金会。 李嘉诚对家族的财产分配十分清晰, 让后代完全没有争抢的余地。 他退休成为太上皇, 之后已经隔代指定了第三代继承人, 孙女李斯德。 在祭祖等重要场合, 李斯德都是李嘉诚身边的第一任, 从小他的教育都是爷爷亲自抓, 他的安全更是重中之重。 才刚刚二十岁, 李嘉诚就马上把他安排进了公司, 手把手带他学习管理家族企业。 在李斯德的事情上, 他的父母都不会轻易做主, 都要问过爷爷才可以。 费尽心机嫁入豪门, 多年来没有名分, 还使劲生了三个男孩的梁洛诗没有想到, 李嘉诚竟然能打破男女的偏见, 培养孙女接班。 其实李嘉诚一开始也想要孙子, 但是有个条件, 那就是孩子回家, 母亲断绝联系。 李嘉诚认为孩子的品性和能力很重要。 如果跟着梁洛诗和李泽凯这样的人长大, 那肯定是标准的败家子, 公司可不会因为你是男继承人, 就不破产, 多少家族就是因为继承人无能而败落。 李斯德在精英教育的熏陶下, 成为业务迅速成熟的领导人, 并开始在父亲身边进行辅助工作。 将来他完全有能力让孩子随母性, 这都是小问题。 李斯德的能力和决心, 对受家族成员的认可, 李嘉诚亲自带他操盘练手, 大家期待着他能够带领李嘉诚帝国 走向新的成功。 李泽剧肩负着家族的期望, 李泽凯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李斯德探索着未来的方向, 他将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 如何带领家族走向下一个百年, 无疑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正如时代不断变迁, 李嘉诚帝国也必须面对新的挑战。 李嘉诚家族的故事将在李斯德的带领下继续书写, 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家族能负几代。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